春城买报8月24日,云南昭通年金县庙大镇8岁的小女孩刘小宇,化名突然失踪了,心急如焚的家人和派出租组织动员为一百余人参与寻找。 当天,在朋友春广为流传的一份许人启示中描述,小宇总失踪身穿白色,T恤戴紫色红杠,牛仔短裤,黄色拖鞋,失踪之前孩子和后母在家里,举妙霸镇村民流程的介绍, 刘小宇家驻严金县妙霸镇马柳村委会先良树村小组,就读于马柳小学二年级,8月24日上午,小宇和后妈孙某在家,上午10时左右,爷爷奶奶去接孙女时,发现孩子不见了,而孙某趁自己在屋里睡觉,不知道小宇去哪了,于是爷爷奶奶赶紧四处寻找孙女的下落。 当时我出去送货了,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后妈在家,小宇父亲有猛回忆,娃娃等天上午10点左右不见了后,家里人找了三个小时都没找到,就赶紧报了警,之后民警和邻居们一起寻找孩子的下落,对家附近开始的地毯式搜索,没想到,25日却传来噩耗,当然上午10点,邻居在距离留家100米处, 在石崖下的树林中,发现了孩子的尸体,那个石崖有十多米高,因为那里比较难走,也就没想到会在石崖里面,从外面看根本发现不了什么。 据这位邻居说,当看到了孩子时,在场的村民们都惊呆了,孩子的遗体上有多处被面带的伤痕,孩子头部有被隐屋敲击的伤痕,面不隐面,目全非,惨不忍睹。 最还被用脚带封住,是谁杀害了一个才八岁的孩子,还用了这样残忍的手段,小雨遇害的消息传开后,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 大家都十分愤慨,而不少人把凶手都指向了小雨的后妈孙某,还有人称,已经证实,小雨的后妈已被警方带走,后妈四个月前刚生了个男孩至了解。 小雨父亲刘某在村里开了一家酒厂,月月在当地小学上二年级,平时跟着奶奶生活,刘某有过三次婚姻经历,小雨是刘某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,孙某是去年才和刘某结婚的,也有过一次婚姻经历。 刘某说,她跟和孙某是同村人,结婚有两年了,家中孩子除了和前妻生了八岁的刘小雨,还有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孩是和孙某生的,刘小雨平时并没有和父亲和后妈住在一起起,而是在离刘家有段距离的爷爷奶奶家住。 事发到天,刘小雨随要去干活的爷爷奶奶来到了父亲家,随后刘某来出送货,爷爷奶奶也去干活了,小雨则留下来做作业,快到吃午饭了,爷爷奶奶过来叫孙女回家吃饭,却发现孙女不见了,而孙某告诉他们说,我陪儿子在屋里睡着了,不知道刘小雨去哪了,爷爷奶奶也没多想,就回自己家了。 可是回家后,也不见孙女,才感觉事情不妙,刘某发现女儿不见了后也十番着急,阻止了村里十多个人一起寻找,寻找了三个小时后无果,就报了警,村里看到后妈被警方带走据刘某透露,小雨和后妈孙某平时关系很冷淡,不亲近,他们不和对方说话的。 8月25日,当第六村民看到小雨后妈孙某已被警方带走,就该村委会成员陶学民介绍,当天严谨警警方已经将孙某送往了看守所,法医等技术部门已经完成了对于哈小雨的尸件工作。 8月26日,春城晚报获悉,因刘小雨后妈有重大作案嫌疑,目前已被警方控制,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 8月27日早上,春城晚报记者询问,严谨公安局后,得到的答复是,案子已破,还在深入调查中。 近期将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,后妈有一个和小雨同样大的女儿。 春城晚报记者从知情人初了解到,孙某对伤害妓女的过程也共认不会。 据了解,孙某和前夫也有一个和小雨,差不多大年纪的女儿,虽然女儿盼着前夫抚养,孙某确实是挂着女儿,经常给女儿买车子穿的偷偷送去。 那究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,将一个孩子的母亲,对和自己女儿同样大的女孩像如此的独守呢? 可是同样是小女孩儿,孙某对自己的妓女确实实看不惯,在供述自己的犯罪动机时,孙某直言不讳的说,就是容不下她。 小雨的同学说,小雨遇害前一天,还说又被后妈打了,但是后妈威胁她说,不准说出去,不则就弄死她。 杀害妓女已失去谋已久,在对小雨经常的打骂依然不解恨后,孙某对小雨起了杀害的念头,她事先将一把镰刀藏在了树林里。 事发到天,当小雨被爷爷奶奶送来后,孙某趁小雨不备,用麻袋将其舞婚,随后用背都将小雨背到了树林后,将其脖子拧断,并用镰刀敲碎了小雨的头颅,随后用铃来滚烫的开水。 倒在小雨的身上,整个作案的手段极其残忍,令人发指,做完案后,孙某还伪造了案发现场,她砍断树枝扔在地上,试图营造一个小雨是砍树式摔死的假象。 随后,孙某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,当公公婆婆询问她小雨的具象时,她还平静地回答,我睡着了不知道,本期编辑里小军。